哈喽,大家好,我是莲花 现在是我的空瓶器的第三期 今天的内容全部都是精华素 我们现在就开始一个一个来说吧 首先第一个是雅顿的面部精华 酸精华一共是60粒 一次就用一粒 但是它一粒的量其实很大 涂脸,涂脖子,其实我还会有剩 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 就是可能放到第二次再用的话 会没有那么有效果 它有效成分可能就会没有 所以我还是差不多一次用一粒的量 就整个脸,脖子,后头几个一起都涂上 就差不多一粒就正好用完 它刚涂上去的时候呢,是会有一点油 但是它吸收的还蛮快的 很快就被皮肤吸收了 就没有什么油光了 而且摸上去会滑滑的,还蛮舒服的 就是因为它那种滑滑的感觉 让我觉得是不是里面有硅还是有什么 所以我后来彻底去看了一下成分表 里面确实是含有硅的 但是它,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好 因为没有滑到不能接受的那种程度 所以我个人是不是很建议这个硅的成分 如果有人特别不喜欢这个硅的话 我们就可以绕开这个产品 但是除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精华我还是蛮推荐的 下一个也是亚顿他们家的,是它眼部的这个精华 也是胶囊的,一次一粒一罐是60粒 这个一粒实在是太多了,对我来说 我涂整张脸都还有多 所以我后来就找了一个比较密封的一个小罐子 每次用剩下来了以后,我就装到那个密封的小罐子里面 然后再放到冰箱里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保存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就至少比它完全暴露在空气中要好 反正我就这么用的 它干上脸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油 但是吸收的还蛮快的,保湿滋润度很够 而且我自己用也没有说长脂肪力啊什么的 但是去细纹的效果我也是没有看到的 我觉得它是只能够说是维持你现在的这个水平 并不能够做太大的提升这样 不过细纹这种东西真的是你一旦 一旦长出来了以后就真的是很难去掉的 第三个要说的呢 是FANCO的一个脸部的精华 我也留着他们的盒子 看盒子上的名字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脸部的这个脸部的精华呢 它是白色的,比较稍微浓稠一点的那种状态 一瓶只有18毫升,因为我才用了一瓶 所以那种什么抗老啊去皱啊什么这种效果 我是暂时还没有体会出来 但是它的保湿程度还是蛮好的 我配合他们同系列的乳液一起沾用 在空调房间里面待一整天 脸都不会觉得干 不过现在他们家已经 他们家已经从新加坡车柜了 也买不到了 接下来要说的可能大家真的都非常熟悉了 就是亚世兰黛家的小宗品 这瓶精华素我已经用了超过有十年了 最早在最早知道这个精华素是 是我刚二十三出头的时候 那时候在家里面翻到一本杂志 就是他们家这个小宗品的一个广告 说杂志里面说的很好听 说什么你二十五岁的时候 如果开始用这个精华素 那么过了十年以后 你的肌肤还是跟你当年一样的 你知道但是我看到这个 这广告我就超心动 我特别希望自己马上变成二十五岁 然后我马上可以开始用这个东西 好了 我现在觉得真的有点 现在觉得真的有点傻 有时候会希望自己赶紧赶紧赶紧变老 所以anyway反正 反正我到了二十五岁以后 我就去买了这个精华素 我就开始用了 我当时因为那种观念就是觉得 精华素这种东西要等到二十五岁以后才能开始用 就是太早以后之前用 就感觉有点过度不顾的感觉 所以我是对自己说我精华素这种东西 我一定要等到二十五岁才可以用 二十五岁之前我是绝对不会用的 然后所以我二十五岁以后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第一瓶精华素 最早它是玻璃瓶子的 现在已经变成塑料瓶了 但是我觉得不管它怎么改版 我对它的喜爱都没有 都是没有变的 我在上海的时候 就是除了七八月 除了一年中 除了可能七八月份 最热最热的那个时候 我没有办法用 其他的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用 它在我脸上没有说是有什么 立干净立刻的及时的效果 但是它会让我的皮肤一直在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就是感觉没有 会让我的皮肤就很稳定 没有什么问题 就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 可能我就是觉得有它在家里面 我就会比较安心 中间其实会花心的换其他的东西用 但是不管怎么换来换去 我家里面一定会有它 我最后一定会 我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一定会再用回它 我觉得这个 我应该会是一辈子用下去的 它在新加坡这种炎热的季节 我都还是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我 我对它真的是真爱 不会变的 万金说了 它的修复效果也很好 因为我虽然 虽然我不是痘痘肌 但是偶尔生理期的时候 也是会稍微发一两笔痘的 前两个月我才开始用 我的第一瓶美白净化素 之前在我之前的几十年的岁月中 我从来没有用过美白净化素 但是涂这个 我的那些小痘印 就是会退的比较快 但是对于那种大的痘印的这些 因为我没有经验 所以我也不好说 所以我也不大好说 但是小痘印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去的一罐呢 也是雅诗兰黛家的 是紫色的这瓶 会买这瓶精华呢 也是因为我之前对小中品 也是因为我之前对小中品的印象 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就会对雅诗兰黛这个牌子 特别的特别的中爱 我觉得他可能他的每个东西都是好的 所以就是在 刚来新加坡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 因为这边天气比较热 我是怕这个稍微太厚重了一点 所以我是想换一个稍微轻薄一点的 但是我这个我只买了一瓶 我就没有再回购了 因为说真的我不是很喜欢他 因为我的皮肤比较干 所以我希望我的精华素 多少能够稍微有一点保湿的力度 而且我也不喜欢叠擦太多的精华嘛 但是这个精华它太勤薄了 保湿力度很不够 而且涂上去以后 假滑的非常明显 这个精华里面含硅 我觉得那个硅含的稍微太多了一点 假滑的太明显了 是那种程度是 那种假滑的程度 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就 我这瓶用完了以后 我就没有再用了 不过这个假滑的这个 这个感觉真的是一人而异的 我妈妈就很喜欢这个精华 她用了好几瓶了 她就觉得这个涂上去了以后 脸滑滑的很舒服 但是我就是不能接受这种 这种假象 我就不能接受这种假象 这种假的这种滑 那我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就只能说是看个人喜爱 不过可能油皮 油皮可能会喜欢这种质地的 接下去要说这两个呢 都是我在iHerb上面买的精华 这两个 一个是Derma E的Hydrating Serum 这个精华它是白色的有点带有 这个精华它是白色有点带有乳液状的 我觉得油皮的话 只要涂这一层 后面都不需要加乳液就够了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不在空调房间里 在新加坡这个天气 我也是涂这一个也就够了 但是如果在空调房间里的话 我会再加一层乳液 就我觉得它这一整天的保湿力度 都是够的 它的保湿成分 它这个精华的保湿成分 主要是玻尿酸 就是很天然很植物的一个牌子 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 它的香味是鸡蛋花的香味 说是天然的香精 但是呢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味道稍微太甜腻了一点 因为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这种 甜腻花果香的这种味道 包括我的香水也是 我目前为止没有一瓶是那种很甜腻的香水的味道 除了二十几岁的那个时候 刚开始买香水的时候 买过几瓶比较甜香 后来我年纪稍微 稍微开始一点点往上涨了以后 我就突然间就很不喜欢这种甜腻 甜香 我就把我这种甜的香水 让我去送人 要么就转掉 都反正都处理掉了 好像保激了 我再讲回来 讲回来这个 反正我个人是不 但是我就是不是很喜欢它们的味道 其他的都还蛮好的 而且它的价格也便宜 但从一个保湿精华素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 它做的也是蛮好的 最后一个精华是 Sibu Beauty的一个保湿 保湿抗氧化的一个精华 这个这瓶精华也是 也同样也是在iHerb上面买的 它是沙戟的成分 沙戟精华 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湿抗氧化的一个成分 这个这瓶的味道是有点偏柑橘香味的 这个里面整个的精华也是橘色的 就是就差不多是有点像是这个颜色的 保湿力度跟这个感觉不相上下 但是那种什么看氧化修复什么这种效果 我还是我暂时还没有看到 这两个精华我用使用起来 我这两个精华使用起来 我会更喜欢这个Sibu Beauty的这一款 我目前的精华素的控瓶就这些 基本上都讲完了 怎么说呢 护肤瓶这种东西就是 甲脂蜜糖以致披霜 个底差异特别大 我喜欢的不一定你们喜欢 可能我用不来的又正好是你们的最爱 就是大家我是觉得大家还是要不要盲目跟风 要理性互呼 我现在在我在这里呢 只能分享一些我用这些产品的感受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拜拜